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最近的天气变化比较大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哦 不然生病了就不能去看电影了呢 回归正题 今天的主角是古墓奇兵 Tomb Raider 由Alicia Valkander主演新一代的罗拉 之前她有演过《绅士命令》 《丹麦女孩》 《人造义士》 都算是一个看似柔弱 但是相当强硬的女性角色 配角由Dominique West Walton Goggins 还有爱作弊的古尔丹吴彦祖 导演则是一位来自挪威的Raw Usso 在这个女性英雄的潮流之下 我们的罗拉当然也要回来了 这个版本的《古墓奇兵》 与其说她是Angelina版本电影的重开机 还不如说她是重开机版本的 《古墓奇兵》游戏改编之作 第一是这个罗拉 跟Angelina Choli的那个罗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是在2013年重开机过的 电玩《古墓奇兵》一样 这个罗拉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冒险者 她算是在一个刚起步 而故事也是由探险 转向比较是求生的状态 虽然我前两部的《古墓奇兵》 都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 我好像都是在电影台上面偶然看到的 但是这款游戏的《罗拉》这个角色 她还是在我成长的记忆中 占了一席之地 应该找不出几个电玩人物 可以像她一样这么有名 不管游戏后来是不是做得越来越烂 但罗拉永远是能够让人感到兴奋的 在电影里面或者是游戏中 她就是一个女版的007 但是现在回头看 她完全是一个男孩子想要成为的女生 我可以开玩笑的说 旧版的罗拉根本就是一个男孩子 在线上游戏中所创的女性角色 就是一个外在非常性感 充满女性特征的女孩子 但这个角色的另外一端 其实是一个宅男在操作者 其实在印象中我也还蛮记得的 在第一集的电影里面 安杰莉娜丘利饰演的罗拉 跟她强沃特饰演的爸爸 也是有一段妇女关系的 Alicia Valkander 这一版本也有 相较之下我就发现 为什么我对旧版的妇女关系很有印象 旧版的电影里面其实根本是父子关系 而Alicia Valkander 她就真的是一个女婴子 她没有那么的无间不吹 或者充满神力 甚至可以飞檐走壁 但更重要的是她勇敢无惧的个性 还有不服输重情感的态度 我想这样子的改变是让这个角色 从男性幻想出来的理想女性 转变为女性眼中的理想女性 第二点是这个电影它真的很游戏感 一些游戏经典的场景 还有重要的道具都有重现出来 甚至还有潜行的部分 如果你有玩过现在像是秘境探险 或者是潜龙蝶音 你会非常的有即视感 但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它也很游戏感 问题就是会让我在每个场景之间有断裂的感觉 然后在几段很像电玩游戏里面的大场景 像是城市追逐 港口追逐 飞机残骸 古墓探险 里面的人物都显得很安静 好像就是要我们停下来欣赏这些很刺激的场面一样 但是又没有到玩命关头或者是不可能任务做到那么的极致 所以那几段它真的很像在破关 因此角色就消失了 变成了电玩游戏里面的人物一样 不过像是秘境探险里面的德瑞克 他在这些时候都还是会有很多的语音台词 让他的个性不至于在过关的时候就消失了 但在这部电影中我觉得可能是主角的个性 或者是演员的表演太过细腻而忽略了这些可以加分的地方 回到这部电影身上 我觉得很多地方它都射偏了 没有罗拉射得那么准 每个刺激的场景都不够震撼 或者是不够让人感到紧张 一个部分是刚刚提到的 可能跟演员的诠释是有关系的 在安杰莉娜球莉的时候 你会看到她的罗拉非常享受这个危险的状态 而这个罗拉在这些时候 都是很压抑情感的 不是不好 而是我觉得没有拍好 你们用了比较有深度的方法去演 但是电影好像还是用动作英雄的方法去拍一样 所以我说射偏了 还有理因要感动人的感情戏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古怪 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其实那段剧本写蛮好的 我还蛮喜欢的 我有点看不懂怎么会这样子处理 但就是看起来让我觉得一头雾水 Alicia Vakander 她真的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罗拉 漂亮 聪明 果敢 不服输 我非常喜欢她在丛林当中跑步的画面 但其他的时候我就看不出来她想要做什么 我还是觉得她的情感太压抑了 而导演没有帮她表现出来 可能蛮多人是喜欢的 但是我是不喜欢的 而吴彦祖有人说她的角色就跟她的名字一样是路人 但我不觉得她是路人啊 她是每一个成功女性都必备的万用工具人 而且她是不是跟她在魔兽世界里的古尔丹一样又作弊了 怎么一个船长的战斗力可以这么高啊 我喜欢反派的设定 一个很平凡很普通 被灌老板迫害的一个可怜人 变得他的性格扭曲失去了人性 还有我相当喜欢Dominic West所饰演的爸爸 挺帅的 这部电影的主题除了在讲罗拉的成长之外 更是在讲继承 主角罗拉除了要继承父母亲留下来的庞大资产 还要在他们身上学到他们的精神以及人生价值 还有家族使命 《土木奇兵》是一部勉强及格的电玩改编电影 还原度很高 喜欢游戏的人去看会很满足 但是角色的深度 场景特效的震撼 动作场面的刺激感 感人的情感 都没有说哪一点会让人想要推荐别人一定要去看的理由 只有角色的魅力跟游戏的情感在支撑 剧场我觉得有一点太短 角色建立的不够 而剧情的走向 则是比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还要好拆 剧本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内容上面还不错 其实我还看了蛮多人喜欢这部电影的 希望我有解释到 我为什么不喜欢这部电影呢 那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还有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